《瓦西记》第33章 《雅各和以素相见》 雅各举目观看见以素来了 后头跟着400人 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 利亚、拉杰和两个子女 并叫两个子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 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 拉杰和药室在尽后头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年七次苦服在地才接近他哥哥 以素跑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又抱着他的颈项 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以素举目见到妇人孩子 就说 这些和你们同行的是谁 雅各说 这些孩子是神私恩给你的仆人 于是两个子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 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 随后 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 以素说 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 雅各说 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以素说 兄弟 我的已经救了 你的仁归你了 雅各说 不行 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 并且你容纳了我 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 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 雅各再三地求他 他才收下 以素说 我们可以起身前往 我走在你前头 雅各对他说 我知道孩子们年幼嬌乱 牛羊也正在羽养的时候 如果是趋赶一日 群畜都必死了 求我的主在伯人前走 我要梁柱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 慢慢地前行 直走到西尼我主那里 以素说 容我将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 雅各说 何必呢 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可以了 于是 以素当日起行 会往西尼去 雅各就往疏割去 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 又为牲畜搭棚 因此那个地方名叫疏割 雅各从巴达亚兰回来的时候 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士剑城 在城东支搭帐棚 就用一百块银子向士剑的父亲 哈末的子孙 买了支帐棚的那块地 在那里捉了一座坛 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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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